来 下一位 来了了地儿 听得到吗 能听着说 我感觉你说的全都没有什么道理 比如说咱挑一个说 我就分析一下吧 我是感觉你一开始就出国嘛 然后想再买国混了 然后没有混了以后就依赖身份 所以说现在疯狂的可以买国 你感觉啊 全凭感觉 你是凭感觉做事的人呢 你一开始不是在那边 什么做广播的吗 播音员吗 然后放弃了 这个工作嘛 谁跟你说我做播音员呢 你现实的楼梯 你现实楼梯到站楼梯到里面 连麦选手我还做上播音员了 不是不是 大腿 我是 我是看那个 看那些朋友 评论区 他说你一开始 不是 评论区咋的 谁是我爹要评论区 谁知道我干啥了 我挣多钱谁都知道 我干啥活都知道 帖子我自己都讲过 你咋不能听我说呢 非得听别人说 他们都认识我 那可能我误会 就是一开始你在国内工作 不是挺好的吗 我在国外 我在国外 我告诉你 也比也比很多一般人强 强很多 强的不是一点点 那你不是开饭店破产了吧 我开饭店破产了 不当我在起来呀 五十万的公司 五十万营业额的公司 一年我没干两千万吗 我知道 你是我 你能看着我银行账户 我确实没赚多钱呢 铁巴 赚到钱是 这几年你就是做上爱国生意 才搞到钱的 我做上爱国生意 我搞多钱呢 我想问问 我吃喝吧 我才确实挺好的 然后头脑也挺不错的 你这种人就是典型的 只愿意相信 你认为你愿意相信的 宁可找个驴马烂的 找当事人你不愿意听 当事人说啥你愿意听 你就只愿意听你是你相信的 我说完了 那你说 就是我想听听你的心理 我说完了 我跟你说完了 五十万营业额 年营业额的公司 我也能干到两千万 那还可以 那你在美国发展 还可以你告诉我你啥水平还可以啊 你现实晚上十二点钟了 要说话都得走到楼梯道里面 把大铁门关 站楼梯道里面 一说话 灯都声控灯的 你一说话都带回银帖子 你好像葛峰都县似的 你说这出你 你跟我说我还行啊 那我想听听你是什么高规格 我听听啊 我说两千万是美金 哥们 我先收一下吧 就等一下再说我的情况 又站回走廊里了 这回没回音了 回走廊了 对 对 我是感觉你就一开始想去 去买国嘛 你感觉 全凭你感觉 你说点实际的 你比如说大头鹰 你跟美国你卖宽带的 你现实一约挣三千六百块钱 大头鹰你在美国是不是开饭店倒闭了 我开饭店倒闭可以啊 我开饭店 你别把你别把我牛逼那段 哎 哥们 哥们 你别把我牛逼那段 你别把我牛逼那段散了我 我开饭店 我关饭店的时候是2018年的时候 我2019年最后搬回华人区的 2019年跟2022年 我10月份开始玩网络 那中间差多些年呢 我干啥去了 我就冲眠了 那你在美国也没有混到什么明堂啊 也没有挤到大大 我没啥明堂哥们 我是缺人脉 我是缺钱了 还是咋的 我还是不敌你个刷碗的啊 你也不是什么精英啊 也没有挤到白人 那怎么就怎么 哪个精英挤到白人里面 哥们在你眼里面 精英都跟白人混你 这是天生就属于这个膝盖软组织破碎 还是咋缺失啊 你别人做这种下三烂的工作啊 开饭店就下三烂 那你那些朋友讲话光光评论 我跟美国 连刷碗的活都抢不上算啥啊 以前就把以前那个 你别觉得我心里挺恨的 你别你别从主观猜 那你说点客观问题 比如说你说大头鹰 你就给人黑美国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你拿点实际数据出来 你别全凭感觉说话 我先说两句 那你说一个 我能理解你 你一开始就是说 你便能理解 你限时晚12年 站走廊楼梯道说话 全程你理解我 你拿啥理解我要干嘛 你就是把国内的工资 体制片工资值了 然后去买国想发财 我国内没混进体制内 我国内没混进去 我吉林明广播电台 我是院聘的 我属于南科医院院聘的 晚上夜间主持人 那叫啥 体制内一月八百块钱 临时工 一月八百块临时工 但是你这人确实是挺有优点的 头脑也是挺好的 那头脑 不是那像你这么说 头脑挺有优点的 口才也不错 那怎么跟美国混的啥也不是呢 你告诉我这些刷碗大哥去都比我强 我劝他们 告诉他们到那边不太好 你别着急 你老着忙 表你什么观点 你那观点一点客观 辅佐的证据 事实辅佐 事实证据你都没有 全都你感觉你猜 哥们我说不好听的 你感觉跟我有啥关系 你感觉你认 你只愿意相信你相信的东西 你不用 你不用恨 那你给我举个例子 谁跟那混的好了 那你是装着明白 好没问题 我装着明白 我装着明白 我装着明白装糊涂 按你说我装着明白装糊涂 那怎么叫上良心 怎么不上良心 你说一下 我感恩啥 那一句话有道理吗 好 那你说哪句话没道理 今天是爱国饭 你说人的 说人的 怎么的 我怎么 我天天怎么的 你再说一遍 我天天怎么的 你却天天吃着这碗爱国饭 自己 大吃大而去乡喝辣的 稍等 就喜欢你这句话 你的一句话三个字 将会让我满屏特效 感谢你铁道 我要吃他爱国饭了 我就等你呢 来了兄弟们来了 等半小终于来了 感谢夏大哥各位 各位的画面爱国饭来了 真香真好吃 那怎么的 你想吃什么饭 我想问问 感谢大家的各种礼物 爱国饭好吃 好吃 香不香香不香 我挺佩服你的 香不香 我问你香不香 这饭香不香 做人应该有良心 我不想吃饭 我哪没良心了 我发现你这人挺滚刀 我哪没良心了 怎么没良心呢 你说一件实事出来 你不知道你感觉啊 就是我们中国 就是我们我们村吧 我就不能说那么敏感 你说吧 我们中国条件 确实各方面不如人家 我们向人家虚心学习 怎么说的 你干嘛天天怼人家 细点细点说 怎么不如人家 哪一方面 比如说对谁 哪个层面 哪个城市 哪不行 996007 996007 我问问你 996工作 是不是你自己选的 有没有一小时 一周只上一小时班的 比如开个会就行的 很少很少 什么叫很少很少 我告诉你 社会当中 你要清楚一点 你做人不能既要又要 996007 是你向高工资的妥协 如果别人干五天的班 每天上八小时跟你拿同样的钱 你这么聪明的人是绝对不会去干的 你妥协给这个工作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是996 所以你挣的钱也比别人多 这是合理 你不能既要高工资 又要上班时间少 你要按上班时间的话 美国硅谷哪个不加班 要不他头发为啥又掉 你明白吗 你懂吗 除了那些体制类的 大部分都是996007 996没问题 因为他给你的薪水也相对来讲变高 明白吗 你要不愿意干 我说不好听 那个哥们 一周只上一小时班 每周一十点钟 只到这开一小时会的活 当CEO 为啥你不去 大家心里都有感触 我有感触啊 我有感触 国内确实996 确实996 很多工资都996 这也换来了什么 从大层面上说 换来了飞速的发展 这也换来了你的薪水 你没有什么实力 你学历可能不足以 挣你这么多钱 你也通过996 换来了一个能养活你的薪资 否则的话 每周只上四小时班 一天只上八小时 养不活你 这是问题 有啊 这种工作 你为什么不去呢 我天天996也买不起房啊 你买不起房 你现在比的是哪呢 你觉得怎么在美国 每周只上四小时班 你能买起房吗 美国最高薪水 加州失薪 15块5 你告诉我一个普普通通 100万的房 他拿什么买 我躺平不行吗 你躺谁拦着你了 哥们我说不好听的 你就现在 你就现在上你太爷旁边 直接一躺盒 一盖疤一埋 跟别人有啥关系 谁拦着你去啊 我拽着你起来了吗 我去鹤港躺平就可以了 可以啊 没问题 我都想去鹤港躺平 我直播经常说 我想带一哥80号 去鹤港躺平 没毛病啊 就是不如别的 就看病难 哎 不是 你怎么的 国内看病难 美国你给我举个例子 有多快 我知道 就国外的那些 有多快举个例子 也很高 排队也很难 但是 怎么说呢 但是就是 那就是毕竟是你精神故乡 他一定是比国内快的 哥们 我告诉你 我就先说一个功能 昨天晚上 我说心脏不得劲 来回来举个例子 国外不了解 你就能比出国内不行 天天就让我检查 哪个哪个 哪个事 啥病 来我听听 花了多少钱 没有医保吗 我以前不就跑外卖 你没有医保吗 你听我说 你有没有医保 农村医保吗 农村医保 那怎么的 看病怎么的 让你花多少钱 我听听 好 让你花了多少钱 花了四五万吧 花了四五万自付额吗 对 都是蛮有自愿的 都是开一些药啊 亮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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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这些话 你还不相信吗 我为什么要相信 你的标点符号 我都不信 亮帐单 我骗你有啥好处啊 你骗我 你纯扯蛋哥们 四五万块钱 花药钱 你买啥药啊 你拿着 你拿着农村 三百八的 拿着三百八的保险 是不是 三百八一年的保险 能开出四五万的药钱 你讲这些 细枝木 我就要细枝木 我这人做事 就是丁是丁 毛是毛 来亮帐单 这是你的套 不是我套路 哥们 你有帐单 为什么不能给别人看呢 你凭口 凭口张口就来了 我怎么给你看啊 我都是没有自愿的 都是三百八 不是你开药 你没有收据吗 开一些药 维持啊 就是 你怎么 你是胃癌吗 你是买 你是为爱买靶腔药了吗 那个 幽门螺旋杆金 幽门螺旋杆金 花四五万 哥们 拿出账单了 我给你掏 不是 拿出账单了 我给你掏 拿出我给你报 来 拿出来 拿出来 我给你掏 拿出来 我给你掏 我画扔这 打开 打开摄像头 现在给我拍 拿 没问题 不用 不用发誓 不用发誓 抖音平台不允许发誓 拿出来 我给你掏 现在拿出来 我这怎么拿 你叫我怎么拿 打开摄像头 接受 来 拿摄像头 接受 拍你医疗账单 我看看你怎么花 这四五万 四五万花了 我给你掏 我认掏 我认掏 来 你哥们 你最好 我说实话 你最好 今天晚上一会儿 十二点钟 闭着眼 永远不睁开才好 你得不得扇钟 我无所谓 打开摄像头 给我拍单子 我给你掏 我给你掏 打开摄像头 我给你掏 别滚刀 打开摄像头 我给你掏 国外是不会 没有高房价的 国外房价 多少钱房价 来你比吧 来我说 我听听 国外我没去过 但是至少大部分 人人都应该买得起 应该 哪 拿例子出来说 美国那么多个州 哪个州 拿州说 实心多少钱 买了多少钱 每年地税多少钱 对不对 哪 说 但是人家不用几十年 你别淡事啊 哥们 那你别淡事啊 那你别淡事啊 那要三代人吧 起码要三代人吧 来没问题 你说国内几代人 我不反驳 说实话 像你这种 挣八代挣不着 都很正常 我认为合理 而且是属于啥呢 我说暴力 你别老着急 你破啥房啊 你的水平没见过很正常 这是小马过河 你觉得这河深很正常 为啥 你个矮 不不不 你不用往自己身上套buff 你不用往自己身上套buff 我就问你 国外的房子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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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 多少钱 你不用唠那个没用的 可是多少钱 国外的房子 你现在唠的是多少钱的房子 我没去过 我不知道 没去过 你为什么会认为 人家就买得起呢 但人家压力没有那么大 人家为什么没有压力大呢 美国现在贷款买房子 8.05%的利息 你告诉我 如果100万的房子 贷70万的款 每个月利息钱还多少钱 会算吗 会不会算 我们跟那些世界第一强国买国比 我们跟那些中等国家比 好 那你说说我听 那哪个国家 你拿个数据出来 我听听 你去过哪 哪有数据 那我们说一些 跟我们同为同种的吧 就房种的吧 那行 随便 韩国 新加坡 人家确实生活压力没 好 日本韩国 新加坡 他们的房子都大概多少钱 你说的是哪个城市 东京吗 房子多钱 工资多钱 我不要说些细枝末节 但是人家 什么叫细枝末节 一说到具体的就叫细枝末节 只要张嘴你说就是真理 你说是点出地名来了 就已经证明一切了 哥们 这几个地方人家在一起 有没有我们东三省人多呀 不用按人头算的 你就 我就说白了 可国内社会 像你这个水平买房子 你都不愿意上鹤岗这种地方去买 你都知道挑个市中心 那你告诉我这么多人 买这个房子的话 它贵合不合理 而且贵到哪 你横向跟哪比 你挣多少钱 你什么学历 咱们横向比你这个学历 在国外他能挣多少钱 什么就第四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你们明白了吗 第四个问题 那些有钱的 那些当官的 为什么都直接 好 我就等你这个兜字 就你这个智商 来你给我列举 不用多十个 给我取十个 你既然说都有钱人 可国内有钱人不下一百万个吧 说十个 说十个你说的名 你们认识说十个 点名 开始点名 开始点名 我只知道一个道理 中国探官的 你 我告诉你 你这种人 你就记住了 你今天的一切 配得上你的认知 明白吧 你睁两眼 猪子 哪个是 来 你又点个名 出来 哪个是 你再点个名 出来 哪个 你说人家拿钱 来也好啥 哪个是 你认为有就有 中国不支持移民 哥们 美国多移民国家 中国不是移民国家 你连这么基本东西 都不懂吗 你喜欢我这 想来我让你住吗 是有钱的问题吗 不支持移民 这你都不懂吗 美国翻墙 你都可以申请留下 你懂不懂啊 这狗傻 这大傻 真的是 他们 他们这帮人眼中 社会就这么简单 人 人种 就是这么单纯 我从他们一张嘴 这个屁样 我说实话 张嘴说话 这个屁样 就已经能看得出来 就是这个水平 我说句暴听的 混得再惨 饿死 活他妈该 就这种 就该饿死 国内最好的地方 就是中国最牛逼的地方 就是让这种傻 能吃上饭 真的 你们细品去吧 中国最牛逼的地方 就让这种傻的人 能吃上饭 还能用上手机 害他妈能张嘴 说上话 都不用当流浪汉 这是中国最牛逼的地方 真的 有一所以 这是真的 国内 国内确实这点牛逼 你甭管 甭管你像 你像什么大傻 一样 你只要低了个脑 狗脑瓜子 你像厂里打螺丝去 你就天天挨骂他工资也得给你 要不仲裁你 明白吧 就这种傻 就是 就国外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能他妈健康 活到十八 已经是什么烧高香了 这认知多符合他的遭遇 典型外国 玩一戏说一句说不来 狗屁不是 跟那个没用的爹妈一样 我说实话 这种爹妈也高级不哪去 跟那个没用 死爹死妈是一模一样的出 认证到远 你就这种傻 在后面拖你后腿 你一辈也好不了 我说实话 对 这就是工资 说句话 细节记不住 就是记住了 国外好 你说国内 国内好 那就不对 我们混得多几个惨了 说实话 我要不说 我要不说难听的 到他妈国外 这屁样的 你想一天干12小时 都他妈没人用 栽在那棱下傻逼 一张嘴的时候 就能智商 都他妈冲着 那个气管 都能冲出来 65 就这么大点 对 外国好 外国就是月亮元 我说实话 很欣慰 就是每次 每次觉得外国月亮元的 都是这种傻 我就很高兴 我就能高兴起来 我特别开心 还好不是正常人 就这种感觉 还好是这种傻的 要不 要不是这种傻的 我他妈得挺难受 挺惋惜 刚好他是这种傻的 满足我一切 满足我一切要求